再补充课本没有的 课本没有的一个关联 叫做本质主义跟反本质主义 好 本质主义跟反本质主义 基本上是现代主义跟后现代 他们在面对各种差异的时候 的一个假设 这是假设 这边的各种说法都是哲学上所谓的假设 怎么说呢 当各位面对差异的时候 或者你持着什么样的观点 也就是说这个差异到底是本质上的差异 或者还是非本质上的差异 所谓非本质上的差异就是说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 如果你认定这两者的差异是本质上的差异 表示说是先天的不能变的 好 我们大概把它沿头说一下 最主要是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在19世纪中开始 一直到20世纪中他们才逐渐从本质主义 移到反本质主义 怎么说呢 我想由于时代的这个情境使得早期的女性主义都相信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 我想各位我们从男女两性的生理上来看 确实男女有别 从基因各方面 那以往的社会啊 男女的区别更是严重 更是严重 我想在座女士你们今天可以穿牛仔裤啊 这个在五六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尤其在英国啊 每次我们那个学期末要开舞会 它规定所有女士一定要穿长裙 男生呢要穿燕尾服 你穿西装还不够看喔 穿西装不准入场 在英国很多餐厅啊 穿西装不准入场 要穿燕尾服 后面还要尖尖的啊 就是说他们那个参同社会 所以 在以往啊 连衣着 男女两性的衣着呢 都有绝对的一个分言 也就是说早期的女性主义认定 男女有别 这个差异是无法跨越 这个差异啊 是无法跨越 为什么 因为女性必须生下来 至少怀孕是女人家的事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整个传统下来的这个界线呢 被认为是无可遇越 无可遇越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啊 这个五六年代 到后现代之后呢 很多女性主义他就认定 如果再坚持男女有别的话 那所有的女性呢 将永远无法出头天 那永远呢被关在厨房 被关在家庭 所以后来慢慢女性主义呢 也从这个本质主义 走向反本质主义 所谓走向反本质主义的意思 就是说并不是不承认男女的生理上的差异 而是说 今天每一个社会里面 对男性跟女性的角色的界定 包括职业上的分配 职业上的这个归类啊 基本上完全是一种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 他不认为跟生理上呢 有直接的关系 好也就是说 简单的讲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 由于交通跟沟通的发达 使得很多女性啊 看到很多女性主义者 他们发现 全世界竟然有很多的母系社会 我们台湾有母系社会 你知道吗 原住民 原住民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 但是 好多都是啊 因为我台东老家 东海岸 原住民最多的哪一组 最多的人口 阿美族 阿美族 阿美族就在我们那个东海岸 那个张卫妹不是啊 张卫妹是边南族 边南族最聪明 台东很多县长都是边南族 他们最聪明 好也就是说呢 母系社会 包括中国大陆什么西双反纳 也就是说 竟然在很多的世界各地 还有母系社会情况下 那就表示说 男女两性的这一个界限啊 并不是完全一样啊 各位大家都听过 阿马仲 阿马仲是一个 由女性所构成的一个神话 的一个王国 对不对 好 除了母系社会之外呢 还有很多社会 对男女两性的这个分工啊 不一样 你们下一期 如果读比较教育 我以前读比较教育 发现俄罗斯啊 就是以前的苏联 苏联的幼儿教育非常发达 幼儿教育 小孩子大概两岁以后啊 全部就要送到托儿所去 为什么 因为在苏联的人民公社之下 所有的女性要跟男人一样 拿着那个大员 要在田里面做劳动 就是说苏联的女性也很壮 然后呢 她要跟男人一样呢 在田里面做出火 所以他们 妈妈既然要去工作 当然幼儿教育要很发达 其中呢 所以也就是说 在全球 由于交通跟沟通发达之后呢 很多女性主义者发现 男女两性的特质跟职业上的分配 基本上跟生理没有什么关系 跟生理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 就说跟生理上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所以他们主张 这是一种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 最明显的大概就是职业上的突破 各位我们台湾以前很多学校都是 只收女生 四北师 他叫女士专 高师大以前也是女士专 在民国我是七年以前 然后像今天的名传 他的实践 包括台中的静怡文理学院 他以前都是 已经叫静怡女子文理学院 完全做女生 而这些学校呢 到了大概民国八十年左右 才开始遭受男生 那比较大的突破在我认为是护士 事实上在南宁格尔之前 所有军中的护士都是男生 可是呢 到南宁格尔之后 所有护士变成女生 但是到了民国八十年左右 开始我们国内 开始遭受男性护士 现在很多护理学校都有男性 因为很多病人根本要用爆的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当时刚到英国去也是 我问说你们有没有男性护士 他们有时候开始在遭受 因为我教育系旁边就是那个 护理系 他们说的他们开始遭受 也就是很多职业的界限呢 开始被打破 比较大的呢 是开飞机 当军人 以前很少女性当军人 而且女性以前 根本就不能开飞机 而且军中我知道 刚开始因为我当空军 刚开始当空军呢 发现飞机呢 他们只能开运输机 不能开战斗机 不过听说现在他们 能照样开战斗机 甚至于华航啊 都有很多女性的机师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男女有别啊 政治主义的男女有别 演变到的一个反本质主义之后呢 男女两性在职业角色 各方面的角色呢 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交流 开始交流 开始改变 而这两个 这两种观点呢 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异 当然我们先说啊 这都是假设 这不能够说哪一个一定对 哪一个一定对 不过我们当老师的啊 我常常说啊 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 觉得女孩子比较不会开车 女孩子比较不会开车 然后说是女性的什么空间 观念比较差啦 路痴啊什么都有 我说啊 如果要改善这个的话呢 恐怕我们教育要开始 这个女生从小就不要给她玩洋娃娃 应该给她玩汽车 模型车 对不对 如果你孩子从小也玩模型车的话 我相信她长大以后呢 一定会觉得开车是很友善的事情 比较friendly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你看嘛 教育如果在教育的过程里面呢 就把这个男女两性啊 连玩具都做一个很严格的区隔之后 那你等于是从本质上啊 再塑造 塑造了我们认同 我们认定的一个对象啊 所以这个跟我们教育有关啊 教育有明确的关心 然后再拧一下 你们对差异 简单讲如果你认为 这个差别是无法预业 那就是等于偏向什么 本质主义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差别 没有什么 这个是社会建构 那表示这个差异啊 不是绝对的啊 事实上这非常多啊 这个持本质主义 在现代主义 比如说自立测验 各位如果看自立测验的话 你常常会发现 有些人呢 主张哪一个种族比较笨 黑人 黑人都是被认为比较笨的啊 在今天看起来这个不能这样说 因为这个都等于是本质主义嘛 等于是本质主义 或者说啦啊 各位这家小孩子 你怎么教他都学不会 那如果你持了本质主义的话 那等于是判他死刑了 对不对 没有救了啊 但是如果你持了反本质主义的话 或许你会觉得说换个方式 或许还有救 所以也就是说你对今天对于任何的差异 你持的是本质主义 或者是反本质主义 啊 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啊 那因为那是你的假设嘛 如果你持本质主义 然后交不会 那你就不交了 或者说已经给他判死刑了 那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你持反本质主义 或许他还有救 当然这是要就事论事了 不是说所有的事情 我们再举例 我们再举例 在九年一贯课程里面啊 以前刚开始不是叫什么 母语教学 后来我们现在他把它改为什么 乡土语言 当然他这样改或许 并没有所谓本质跟反本质的问题 但是当那些人说 每个人可以名正言顺 学他的母语的时候 那等于是一种什么 本质主义嘛 你是客家人 那你就要学客家话 你是闽南人就写闽南话 你是原住民就写原住民的话 好像每个人就不能改 对不对 每个人都只能够保存自己 妈妈教的话 那如果照这样的话 我们的国小要召唤多 叫越南文的 叫印尼文的 因为他们外籍配偶子女 他的 到底论上他妈妈讲的话 当然就是越南话 印尼话嘛 那如果照这样下去 我看我们学校找不到师资了 对不对 光是原住民就找不到 原住民大概至少十个族啊 从阿美族 鲁凯族 葛马兰一堆啊 对不对 所以后来 后来当然他改为乡土语言 所谓改为乡土语言 就是说呢 不管你小孩子是属于哪一族 或者哪一个学童 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就是说你要学的东西 跟你的学童没有关系 对呢 你是闽南人 你也可以学客家话 可能因为你闽南话会讲 不管会不会讲 所以为这个现象 事实上在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孩子 从来几乎可能没有出去过 他也在哈日哈韩哈美哈东哈西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今天电脑网路提供了人们 可以去学任何的东西 我们今天街舞到处都是 不是吧 还有什么嘻哈 对不对 因为今天哪一个特质 跟你的学童 跟你的民族没有关系嘛 因为这也是 所以我才一开始说了 之所以会变幻本质主义 就是说在沟通跟交通方便的情况下 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特质呢 变成是他有一个自主权 在社会建构一下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选择权好了 文化的选择权 当然它的先捷条件就是说 当今从电脑上 你每个人几乎都可以找到 你认同的对象 不管你同性恋 你很容易找到同性恋的团体 你喜欢重型摩托车 也可以网路上一大堆重型摩托车的团体 你要收集任何东西 在网路上几乎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团体 只要keyword输进去 一定冒出一大堆网站 所以也就是说在媒体发达的情况下 因为以前我们在乡下 比如说要看电影要跑到台东去 好几个月才能进城一次 不像你们现在 所以很多资讯我们不会看到 但是今天你只要上电脑 几乎可以看到所有的特征 所有的特质 你可以在上面做你的选择 对不对 从你的嗜好 从你认同的对象 从电脑网路的虚拟空间 都出现的情况下 那我们今天要了解每一个人 恐怕不再次问说他爸爸妈妈什么行业 因为我们当父母亲的 几乎影响不了我的小孩 因为我们的小孩都可以 从很多别的地方找到认同的对象 认同 所谓认同 包括他要穿什么样衣服 他要弄什么发型 他要学什么 几乎都已经变成个人的自主权 个人的自主权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差异的时候 在以往认定所谓的本质 比如说在殖民主义之下 在殖民帝国 帝国主义殖民之下 帝国主义它的所有假设就认定 被殖民的人是次等民族 如果我们独自记时代的这个 教育史或者日本当着殖民的情况下 所有被殖民的人呢就被认为是inferior 是下 这是比较差的意思了 inferior 而且呢殖民者 对被殖民者都会认为这有本质上的差异 然后因为他认为肤色 肤色是不同 肤色不同 所以也就是说以往的种族歧视呢 基本上他们是知道什么 本质主义 对不对 本质主义它种族歧视就是认定 反正你是黑皮肤的你就比较差 像我在英国的话呢 我们看他们看到黑头发的就知道 这个是外国人 因为黑 因为英国人都是和色或者是金黄色头发 所以他用血统 用你的肤色 用你的先天特质 来把你排除了 这个都是本质主义 所谓的本质主义 基本上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是 他用你的先天的特质 来认定你的本质 但是如果是反本质主义的话呢 就认定一个人身上的特质呢 跟先天的特质无关 跟先天的特质无关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经由后天的学习 而找到学习他要的一个特质 所以从现代到后现代 从单一到多元 从对现象的看法呢 他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好 再捏一下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很难说哪一个绝对是对 哪一个是绝对是错了 因为毕竟某些人好像是不错的 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无法改变的特质 有人说啊这个结婚之后 绝对不要想改变另外一边 另外一方 因为你还没有把它改变之前就已经离婚了 对不对 你必须接纳 要忍受 就是说每个人有一些他身上的特质呢 可能是一辈子改不了的 所以也不能够说本质主义完全不对 好 我们再回到协理上来讲 就是说当年啊 这个母语教学以前 台湾省还没有被废的时候 他实施母语 也就是说在原住民比较多的学校要设置母语学校 要求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呢 就是说你们小孩子都送来这里 而且也教母语喔 教原住民啊 像他们太安乡或者是坚实乡 或者是护心乡 可是呢原住民他们自己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他说啊 原住民自己认为他们已经过弱势了 文化弱势了 文化弱势 还要继续学母语的话呢 显然他们小孩子呢 没有办法竞争过 不过现在政府的办法是在原住民 原住民委员会 就是说你如果要取得任何原住民的这个加分啊 或者各种补助 那你要通过你的母语考试 对不对 因为他用这个方式啊 来确定 你虽然是血统是原住民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一句原住民的话也不会讲 也不能够 没有办法通过原住民语言的考试的话 那不给你加分 也不给你补助 这是他的一个认定 那一个认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本质主义 他的缺点就是说不公平 简单讲呢 本质主义认为说不公平 就是说你把一个人依照他的先天特质 就判定了他的地位 判定他的能力的话 基本上这是不公平的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来 本质主义等于是为过去的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各种的歧视称谣 就是说以往各种歧视呢 他背后的假设就是认定 凡是女性的就不好 凡是有色人种就是不好 凡是有什么特征 而且他是用先天的特质 用先天的特质呢 来排除很多的人 包括残障者也是一样 但是到了还本质主义 至少相对之下呢 他会被认为是比较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是以你真正习得的能力 为衡量的标准 今天不管是你是哪一个肤色 我一个公司 我需要有具有某一个能力的人 你只要通过这个能力考试 那你就代表 受到肯定 而跟你的肤色无关 跟你的先天特质无关 这是在我们如果持的本质主义 跟反本质主义的假设上 可能的一个优缺点 就是说以往的本质主义呢 在后现代看起来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在本质主义之下 一定是预设了具有某一个协同 某一个先天特质的人呢 是number one 他才是最好的 其他的呢都会被排除掉 好 所以这个公平不公平是这样的 好 再来 在多元就很吊诡了 所谓的多元 理论上各位看看 如果所有的小孩都学母语的话 那至少母语不会消失 可是呢 在社会建构的情况下 当每个人具有文化选择权 那你们看强势文化跟弱势文化 哪一个会消失 显然什么 弱势文化会消失 我大概说一下啊 就是说全世界有大概六千种方言 每年至少消失两百种 是但我们现在在救原住民的语言 已经救不起来了 太慢了 原住民就三十几万人 就是我们现在才要救原住民的语言 太慢了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每个人具有文化选择权之后 强势文化呢 就会得势 强势文化得势 而弱势文化反而消失的更快 但是如果就本质主义来看的话 弱势文化的消失速度会比较慢 因为他不会去学别人的嘛 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 各位看到今天我们的原住民 有的人为了发扬原住民文化 他们不断的去保存自己的东西 这是值得本质主义 但是这个无可奈何的 就是说在这个文化 具有文化选择权的情况下 强势文化的得势呢会加速 或者简单讲以前全世界啊 德文英文化文是三分天下 以前全世界德文英文化文是三分天下 因为德国法国他们也有很多殖民地 很多非洲的国家他们讲法文 因为他们以前是法国殖民地 可是呢在这个卫星频道出现之后 在电脑的internet出现之后 在所有email出现之后 根据我看到的文献统计 这个好几年前了 所有在网路上用的语言 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英文 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英文 那各位就知道 当这个所谓共通的这个沟通媒体出现之后 或者当每个人有更多的文化选择权之后 会使得强势文化变成独霸 所以事实上今天英文是独霸的 今天话文德文都被比下去了 因为强势嘛 越强势的东西 大家学习它效用越高 所以呢以往三分天下的这个语言 因为使用一个语言 你就要写它整套的文化 以往比较是三分天下呢 在这一二十年来呢 变成是英语独霸 这是一个在某个角度来看 恐怕未必是好现象 但是整个社会情境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反而后现代虽然主张多元主义 但是你让每个人都有文化选择权之后 反而变得比较不多元 当然后现代也可能多元 它的多元就要重新组合 它的多元要重新组合 就像我们今天一大堆饮食啊 对不对 我们的饮食也都是各种组合嘛 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 包括我们的什么珍珠奶茶啦 或者是很多以往我们 我们不会配在一起的东西啊 我们把它配在一起啊 那今天的多元 各位可以看到啊 现在比较少人染头发 前几年啊 前半大概一大半都是染头发的 也就是说今天的多元呢 使得每个人身上的特征啊 几乎都可以改变啊 包括性别都可以改变 对不对 所以多元的一个特征呢 现在在英文上啊 有一个名称 叫hybridity hybridity 简单讲就是所谓的杂多性啊 所谓杂多性就是说 以往我们认为 不可能配在一起的特征呢 现在都可以配在一起啊 因为我刚开始啊 看到同学们染了一头 一头这个金黄头发 可是底下的脸孔 是东方脸孔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我在英国 看了那么多洋人啊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个 从背后看啊 看到这个金黄色头发 应该期待 我们看到的脸庞 应该是什么 洋人的脸庞 可是呢 刚开始看到东方脸孔 上面的头头发颜色 是洋人的颜色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协调啊 看久了之后 也就习惯了啊 所以也就是所谓的杂多性 所谓杂多性 包括男女两性的特征也改变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 当时男生才开始绑马尾巴 民国八十年 男生才开始绑马尾巴 在之前呢 几乎不曾看过 那我刚到英国 看了一大堆 那个校园里面啊 一大堆男士也 戴什么耳环 哈哈哈哈 不过听说戴耳环有学问啊 因为她的性别取向 戴法不一样 反正我也看不懂 他们有不同的那个看法 而且女性的打扮也会男性化 因为英国很冷 所以他们的鞋子啊都长靴 而且她长靴呢 跟男孩子的鞋子一样 就是说穿那个很帅气的一个鞋子 就是说这种杂脱性呢 使得各种的界限被打破 也就是说 还本质主义啊 基本上是一种解构了 如果从简单讲是一种解构 所有的界限呢都被打破 以往所认定的界限呢 都不再认为有正当性 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当前的社会啊 会觉得说好像很乱啊 没有一个自视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是时代的特征 时代的特征 每个人呢都想做出不同的组合 各位可以看出来 从饮食到衣着 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特征 从头发的颜色啊 到各种所谓的整形啊 几乎无所不在啊 无所不在 各种艺术也是一样 艺术的手法叫拼贴不是吗 如果你念艺术啊 后现代的艺术啊 叫拼贴 pastiche 或者所谓pricolage 就是说他艺术手法呢 是结合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手法 所以多元主义的情况之下 整个社会的现象呢就 说不好听点是杂乱无章的 那说好听点就是说 每个人可以发挥他的忠意 把一些以往所认为不可能的 或者没有人做的呢 把它结合在一起 好我们先下课下一节继续 我们接着刚刚的观点啊 就是说本质跟反本质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 面对学生的时候啊 尤其男生女生啊 在各种的角色分配 那你可能就必须持着某一个观点 如果你持着本质主义 或者说某一些活动 你持着本质主义 那某一些活动呢 持着反本质 事实上我们当年在读国中啊 男生上公益 女生上家事课 对不对 现在呢 几乎是男生也要上家事 女生也要上公益 以前看我儿子在那边缝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说 事实上我从小就会疯了 我们就要学 但是就是说 以往男生上公益 女生上家事 那是一种本质主义嘛 对不对 哪里有别 但是今天我们学校要求 男生也要上家事 女生也要上公益 那已经持着什么样 反本质 所以这两个假设啊 基本上应该不是一体适用 而是说你在某一些活动 你持着某一个观点 可能老一辈的人呢 当然他们会比较偏向什么 本质主义 据说很多学生以前风发 以前你们学长百分之百就业 风发到学校 然后他去学校啊 跟校长说一个男生 那男生跟校长说他要带第一年级 大家知道第一年级就是一二年级 结果那个校长说 男生不能带第一年级 男生你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带高年级 第二个当训导处的管理员 就是当训导组长那些的 也就是说老一辈的校长呢 他可能持着怎么样 本质主义 不过各位如果到学校去看啊 几乎一二年级的导师 我还没有看到男生当第一年级的导师 就是说我们在看那个你们学长啊 实习的时候 几乎没有看过啊 但是就是说有些男生啊 事实上我们幼教系也有男生啊 对不对 我教过啊 幼教系也有男生啊 虽然只有一个两个 但是至少啦像这些界限啊 都可以突破 好所以刚刚那两个主义呢 提供各位做参考啊 当你认定某些事情 你该不该做 或者你能不能做的时候 是不是你可以跳脱 以往所谓本质主义的观点 然后往反本质主义的角度来思考 或者来做 尤其在做男士啊 你是不是应该学一点家事 做一点菜 是不是应该要去厨房里面啊 跟妈妈都学一点 那很多女士呢 可能有些事情 你不能够说这个是男生做的 可能你要去练习 毕竟各位看嘛 那个餐厅里面的厨师都是男生啊 万熊在家里不能做菜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啊 都是假设啊 提供各位做思考 在学校设计活动的时候 也可以在思考两性平等教育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基础 做一个基础 OK 换过来242月 我们进入第二组定义 第二组定义